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再次读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再放到罗马书第九章 罗马书第八章 29到30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29到30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地区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低头来仰望主 哈雷尼 决说我们仰望你 主我们被你所呼召 主我们愿意一生看清楚我们生命的标杆 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好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地向着这个标杆 一生来追求 一生来奔跑 主要赦免我们许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标杆 我们在那边要圈子 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圈子 甚至倒闭在旷野 主我们仰望你 要我们能够一生地努力地 要得着我们生命的标杆 得着你的赏识 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翻开我们的讲义 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救恩的秩序 那么什么叫救恩的秩序 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祂救恩的工作 救恩的经历 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程序的 是有先后 有开始 有步骤 甚至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假如我们了解 我们救恩经历的秩序 就如同我们了解 我们要读书 现在要上第一小学嘛 对不对 你那女儿现在读高中 不错 但是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博士班 这个是什么 每一个孩子 也是我们所经过 所追求的什么 一个过程跟标杆 医生要努力 看准这个标杆 谁要上学 要努力 要装备 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同样我们得救之后 在神的国度 在神的学校里面 神也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标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努力 认识 这个救恩的秩序 the order of salvation 是一步一步我们要往前走的 你发现今天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 弟兄姊妹不追求 就是因为他都不知道将来 要努力得的什么 他在神救恩的学校里面 混日子 以为信的耶稣 得了永生 大功告成 其实那个是小学开始 在一年级 说明有些是幼稚园 但他永远就停留在幼稚园里面 在那边别人去给他喂奶 给他服饰 给他包包 给他帮助 他觉得 我信的耶稣 我已经大功告成 其实 只是他救恩尽力的第一步 他需要清楚前面的这个标杆 特别刚才我们所读的 罗马书第八章 你发现保罗已经把一个简单的 救恩历程的次序 怎么样开始 中间是什么 最终是什么 已经把一个简单的给我们看见了 等一下我们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 教导里面 找到我们救恩历程的 天国 进天国的天国十步 不是天龙八步 是十步 你要怎么样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走到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师父能够得到这个目标 你不要以为我信的耶稣 最终一定得到这个目标 得永生是确定 但是那个只是其中一个目标 一部分 不是神 那个荣耀的指望 我们今天 信的耶稣要真的明白 真的求神 开我们心的人眼睛 知道他的恩招 有何等指望 有个大的目标 神让你的女儿 上来要读 做博士的 这个是目标 也是你爸爸的目标 对不对 也要成为他生命的目标 努力嘛 对不对 在人间的学问当中 真是最高的一个目标了 对不对 同样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在我们每个基督的身上 都有一个荣耀的指望 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恨铁不成杠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才 都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救恩的目标 但这个救恩目标呢 是要我们努力的 是要我们去了解的 你不清楚这个目标 你都会在教会里面放 来做做礼拜 来唱唱诗歌 来吃吃午餐 免费的多好 以为这个就是信仰生活 No, no, no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保罗的思绪里面 看到保罗如果把一个救恩的 这个天路历程的地图 一个MAP 我们现在去哪里 一按地图出来 目标要清楚 对不对 你目标没有打进去的话 这个MAP 不会告诉你怎么走 Navigation也没办法 我们要先清楚 神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注意刚才我们说 读到罗马书第八章 有没有看到 救恩的第一步是什么 救恩经历的第一步 看到吗 对,从神的角度 神有祂的安排 有祂的拣选 祂预先所知道 预先定下的人 所以在三十节 也重复讲到 预先所定下的人 但是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个实际的经历 经历到什么 神用什么 照他们来 看到吗 神用话语 救恩的呼召 临到我们 所以解释我们每一个都经历到的 救恩经历的第一步 一定经历到 有人跟你传福音 神的话语恩招 领到你 第二步是什么 当你领受了神的福音 领受了神话语的呼召 你就怎么 进入什么 经历什么 称义了 经历音信称义 但是称义之后 神又叫他们什么 要得荣耀 不能只停留了音信称义 得救 得永生 还有得永耀 其实一般教会不讲了 其实这个得永耀 从上文 你就知道保罗的意思 是指的什么 什么叫得永耀 得永耀不是指的得永生 前面讲得很清楚 十九节看到吗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你能够效法基督 佩戴基督 佩戴基督 荣耀神 由神荣耀了生命 成圣 荣耀 也叫 谁在里面的讲义 是成圣 得永 或者谁在里面 圣经旁边 这个荣耀是什么 成圣得永 能够效法 耶稣基督的模样 即使神的一个目标 得救的目标 不是韩世活在里的老我 韩世只是要利用神 帮我做这个 帮我做那个 不是 真正的信仰 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目标 你要如何从得救 向着这个标杆 一个其中的一个标杆 是由什么 得永耀 成圣得永 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佩戴基督 活出基督 成圣得永 然后我们再看保罗 在这个 十二十六章 又更深入地 说明这个救恩的历程 The Steps of Salvation 我们进入了救恩之后 如何走这个救恩的天路 每一步的经历是什么 十二十六章 你看彼得的讲论 看约翰的讲论 没有那么清楚 唯独保罗的讲论 对这个救恩的程序 说明得很清楚 我们看十二十六章 从十八到二十 好 非常多 好 在这里没有看到几个的步骤 得救救恩的经历的不同的步骤 第一步是什么 眼睛得开 等一下我们要解释 究竟这个眼睛得开 是指到什么事情 第二 就讲了什么 一个第一步是 眼睛得开 第二是讲了什么 归向神 conversion 归正 回转 从黑暗 回转 变向光明 从不认识神 归向 回转 要归向 真神 这就是 归正 就是 保罗在提摩的后事 三章十六节 说的 圣经 都是教导我们 学义 使人什么 归正 就是这个 这个含义 归向神 回归到神的 面前 那究竟这个归正 包括这什么内容 等一下我们再从保罗书信里 去说明 归正 下面提到什么 因信 我 懂吗 得蒙赎罪 所以提到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之后 是否就停了 得救 是否就停了 保罗再继续讲下去 怎么 要和一切 什么 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你发现 节理所讲的 成圣 跟罗马书 第八章所讲的 成圣的勇 是一个含义 不单是因信称义 还有什么 成圣 与 成圣的人 一同 什么 得基业 得基业 得赏识 然后保罗在 别的书信 都讲得更清楚 得赏识 得基业 不是单单 只是得永圣 在永圣 当你信主的时候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不是将来得永生 当你信的时候 就得到了 因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用个什么 现在时代 will not perish 将来 不会灭亡 但是什么 but have 用现在时代 当你信主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永圣了 whoever believe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这个是什么时代 现在时代 现在就得到神的生命 这个生命 存到永远 所以在节里 又让我们看到 一个救恩的几个步骤 而追踪了 加天 得基业 得赏识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 从保罗的书信里面 看一看这个基业 包括是什么东西 今天大部分的基业徒 不知道 站在神的面前 要得什么基业 inheritance 什么的赏识 所以 没有目标 对 我们不是为了要得赏识 采取追求 但是 是为了爱神 神的心意 要我们去追求 得着这个标杆 跟目标 我们为了爱神 去完成神 在我们身上的心愿 祂的恩赏 有何等指望 但是当我们 努力去追求的话 神也要 把这些福分赏识 给我们 对 我们不是为了得赏识 而去追求 但是当我们为了爱神 成全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跟旨意 神 会把这些赏识 祝福 要给我们 就好像 我们做父母 对每个孩子 都有一些指望 对不对 那孩子可能也知道 你对他的指望 不是单单只是说 哦 在美国 很实在的 你什么学位 就拿什么工资的 不是单单只是为了 哦 拿一个更高的salary 所以我要得这个 什么学位 什么学历 可能在他心里面 一个更大的推动力 因为父母那么的爱我 父母在我身上的一个指望 一个愿望 我为了爱父母 去努力 向着这个标杆 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这个 哎 拿一个更高的学位 薪水更高 所以同样 我们在神的国度 我们要明白 神在我们身上 的指望 跟计划 祂要我们得着什么 然后我们再 看 三段经文 加拿大书三章 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从这些经文 去慢慢越来越揣摩出 那个救恩的历程 The step of salvation 第二台书第三章 找到帮我们读 第一第二节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有没有看到 信福音 跟着为什么 受圣灵 所以这个跟保罗在以夫所说 第一章所说的 因信福音就受了圣灵为印记 所以什么时候得圣灵 在信的时候 就得圣灵 不是像天主教 受洗的时候才得救 才受圣灵 信的时候 就得圣灵 所以这又把一个 两个重要的步骤 信跟受圣灵 一个逻辑的先后 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 第十章十七节 又提到两个重要的历程 罗马书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好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一个人怎么会信 怎么会经理信的恩典 从什么 从神的话来的 所以就印证了 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 是借着水跟圣灵重生 也是彼得前书所说的 我们蒙了重生 是借着什么 活泼长寸的道 所以是 从神的话 而产生信 所以等一下我们都要 列出这些的 重要的经历 他们一个 从一到十的 一个逻辑的持续 好 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再看 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 又讲出一个持续 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 好 一同来 好 这里发现 从罪里面得了释放 音信 称义 罪得赦免 但是 要进入什么 成为 义的儒仆 以至于什么 成圣 又把这两件事情 好 音信称义 从称义变成什么 成圣 又提到 这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前一后 那么 在保罗的书信跟讲论里面 除了 这几段经文 提到这些 不同的经历 那么 含有在他别的书信里面 也个别提到一些 关于救恩 个别经历的一些重要的 质 或者重要的某一个的经历 就是某一个 没有讲到那个前后的关联的 刚才提到了 提摩的后十三章十六节 他提到归正 死人归正 就是都把这个字跳出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都者死人什么 归正 他就提到归正这个事情 那么 什么叫做归正 我们要再翻到 参考一下 十二行传第三章十九节 我们只能简单说明 这个归正的含义 十二行传第三章 十九节 把我们读 好 所以就也提到 悔改 归正 所以归正 跟悔改 是有关联的 人如何能够 跪向神 他有什么 转身 转身 就是什么 悔改 悔转 悔心转意 就是悔改 所以 归正 是一个的 大的框架 里面包括 悔改 同时 假如我们在参考 耶稣的教导 悔改 信复印 看到吗 悔改跟信呢 不能分的 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 就要我们看到 归正 其实 包括 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悔改 一个是信 悔改是负面的 从黑暗 从错误 从悔逆神 转向 因为我心事意念 产生一个转变 所以我现在要 回转 要朝向神 那么你朝向神 做什么 要信他 你懂吗 所以 归正 conversion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悔改 归正 一个是 信而悔改 或者说在 《使徒行传》20章 保罗所讲论的 悔改信靠 我们再看看 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的 讲论 所以要我们看到 这个悔改跟信是不分的 20章21节 好 一同来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悔改 信靠 悔改 信靠 一体 两面 都抱在 这个归正 因为 特别提到 悔改 归正 悔改跟归正 是不分的 其实是 在归正 这个结果里面 包括了两件事情 你能够达到 归正 归回到神 的恩典 国度里面呢 有两个方面 悔改跟信 所以我们先 理性的这个悔改跟信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单独就恩的一个经历的字呢 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好 帮我们读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的所行的义 来是照他的怜悯 接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这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叫什么 重生的喜 The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提到重生这件事情 来 一讲到重生 你就想到 约翰福音三章的定义了 怎么去说明 这个重生啊 接着水和圣灵重生 水是预表神的道 然后也讲到重生 会直接带来的一个果效 重生就会让你什么 若不重生什么 看不见神的果 若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果 所以你要对树林的事情 又有看见 能够真的是看见 实际上的真实性 你能够信 你能够接受 你要先有这个什么 里面圣灵的什么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也有这个重生的恩典 在里面 那么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读到 十字形传保罗的讲论 在二十六章 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把第一步讲出来 眼睛得开 看到吗 我们再翻到这个十字形传 二十六章 我们就把这些可以构在一起了 二十六章 我们再看一看 他现在提到几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开始排次序了 他提到 叫他们什么 眼睛得开 然后就产生一个归相 归相 归相光明 归相神 就是归相 所以我们 就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 重生在先 还是信而悔改在先 那我们大部分都不会想的 都是想 信而悔改在先 我告诉你 这个是排错的 逻辑先后的秩序 是排错的 假论你真的按照 保论的讲论 按照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讲论 保罗斯把眼睛得开放在什么 前面 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是 重生 你才能够怎么 看见神的国 所以 你能够对赎林的事情 有看见 有接受 有明白 你需要什么 先经历 重生的恩典 圣灵 圣灵这些神的话 在你里面 把那个生命的种子 拨在你的里面 否则我们对 熟灵的事情 不会有看见 不会有明白 所以按照保罗的排法的话 眼睛得开要在前面 重生要在什么 前面 但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心而悔改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重生得救 其实我们 把这个重生 变成是一个得救 就把重生得救 把它关在一起 连在一起 其实重生 是指的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说 我们今天常常 所用的重生 是一个叫广义的重生 得救的重生 其实在你得救重生之前 早就有那个重生生命 种子的工作 都是耶稣所讲论的 约翰福音三章所讲论的 而且你会发现 讲论到这个重生的事情 耶稣讲论到重生的事情 特别提到一个 很奇妙神秘的事情 我们很简单复习一下 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怎么讲 我们只看这个 第三章第八节约翰福音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圣灵要随着自己的意识 看到吗 这个圣灵在你里面动工 那个时间主权 完全是什么 在圣灵 随着自己的意识吹 当圣灵动工之后呢 你会感受到 这个人不一样 好像你会感受到 有风吹来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但是风怎么吹 不是你可以管得了 我跟他传福音传了好几年 都没有反应 突然间最近 他来跟我问问题了 好像有兴趣了 你会感受到那个改变 变国效 但是圣灵什么时候 在他里面 波刷这种生命的能力 跟种子 这如同要富人 什么时候怀孕 有那个生命的种子 conception 这个时间是个奥秘 但是有了就是有了 哎呀我太太有了 有了就是有了 OK 但是怎么样有 什么时候有 不是你老臣可以决定 这个是一个奥秘 但是 先有了这个生命的种子 圣灵在我们里面 拨下这种能力 如同耶稣说的 你就开始可以 对树林的事情 有看见的 越来越清楚 清楚到一个地步 你就能够做绝止祷告了 懂吗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得救了 当你能够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像你的女儿 生出来的时候 哇打叫 女儿可能会叫得大声一点 对不对 东西姐 儿子有没有叫 也叫一点嘛 可能小声一点 所以当能够发生 复教的时候 已经生出来了 当你能够 决志祷告的时候 其实已经生出来了 在你决志祷告之前 圣灵找出在你里面 动工了 已经有圣灵的种子了 耶稣所讲的重生 是这个重生 是一个point 是一个点的工种 在某个时刻 圣灵动工 所以解释我们从保罗 十字行车二十六章的讲论 眼睛得开 重生了 看见了 才能够归向神 才能够 看着自己的罪悔改 看着自己的黑暗 我要转向神 我愿意信耶稣 信父亲 否则 没有办法做到 就算他跟你做 也是嘴巴讲 哦 原来信耶稣那么好的 好 我就跟着你做决志祷告 我告诉你 从仁义上的 从情义上的 不是从圣灵上的 没有用的 所以为什么在教育里面 有那么多的败子 十二祖族当中会有犹大 千万在我们牧会的时候 不要被骗 你不要以为他举手决志了 受洗了 就一定是重生得救 若不是从圣灵上的 没有用的 他可以学宗教的行为 学得比慈祭更虔诚 你要凭宗教行为 我们比不上佛教徒的 比不上的是喇嘛的 三不一跪 对 不得了 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进到教会里面 他也可以学这些宗教行为 可能比牧师更约性都可能的 但是假如我们有分辨恩赐的话 就知道这个是从他情欲来 一直来还是一个生命的 渴慕追求 你就发现他读经真的有领受 你就发现他的祷告 真的是有能力 看他的生命自然慢慢在改变 不是他故意是学做基督徒 是生命的流量 当然我们做牧师都会分辨出来的 会分辨助灵 我认识这个牧师 他分辨助灵的恩赐 就是强那个地步 当没有信主的人 甚至表面他是基督徒 进到他的教会 他灵里面会闻到这种味道 是基督徒他会闻到形象的味道 不是基督徒他会闻到恶臭 他就知道他没有生命 所以假如你是真是假 你去找找这个牧师 他给你分辨一下 他就闻得出来吓死 好恶臭还是香味 好厉害啊这个牧师分辨助灵 所以有这种恩赐的 那各位有个问题 那天我听那个张牧师 我说就是圣灵内助的问题 一受死就这样 一信主 一信主 刚刚才讲了 信主就有了 就是说那句经文是说 若不是有神的灵通 但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基督 对了 OK 那这个 他既然有这个表面的形式 就是说耶稣是基督 我承认了耶稣是基督 那OK 那这个张牧师说 这就是证明 我那天问他 我说怎么样的证明圣灵同志了 他就找了这个机会 那OK 那假如这个人也这样 可以学的嘛这句话 所以这个是大原则 所以为什么有雅各书 这个称义是因着行为的证明 你每个都可以受洗 是真的是称义得救了吗 真的有生命吗 不是你嘴巴讲 那这句话还不能证明 当然不能 你还要分辨 就是说每一个觉知祷告的都学着讲嘛 特别我们中国来的都很会学嘛 对不对 很会抄嘛 对不对 连不是论文都要抄的嘛 所以什么都抄 对不对 所以前往 Don't be fool 不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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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骗了 啊 他这个弟兄来到教会好热心啊 哎呀这个姐妹单身了 来给她介绍 你就惨了 到时候介绍给一个狼去了 不一定是羊哦 配一下羊皮的狼进来 我告诉你 要分辨 这个 虽然有分辨助灵的恩赐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 重生 看见神的国 眼睛得开 是 圣灵现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跟工作 然后才产生 悔改跟心 你才看到耶稣的实价 是那么的真实 你愿意接受他 当你能够接受他 觉知祷告的时候 那个就是 得救重生 就是我们一般所用的重生 也叫一般的重生 而叫广义的重生 生出来了 其实那时候已经 好 我们再看 保罗另外一个重要的字 我们看这个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罗马书所提到八章十七节 刚才讲说十七节 同为后世 Adoption 那在我们 因性称义 我们就得这个 新的生命跟地位 就是成为后世 那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 翻前面 好 一段来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儒夫 顺从谁就做谁的儒夫 或者罪的儒夫 以至一死 或者顺命的儒夫 以至什么 诚意 把这个诚意画起来 不但前面讲到诚意 还要需要诚意 那么他更深入地 到了这个十九节 十九节后面 讲到以至于什么 成圣 其实诚意跟成圣 是同一个含义 成义是指什么 怎么去解释诚意 英文 有些圣经翻译叫 Realized Righteousness 不但是 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归算的意 耶稣基督的意 算在我身上 其实我没做什么 但是因为我老爸有钱 所以他的存款 算在我身上 我也很有钱 多好对不对 希望老爸富一点 就不会那么辛苦 但那个是归算的意 神要我们 因信称义 得着耶稣基督的意 基督的意袍 配在我身上 但是神也要求我们什么 成义 成义是什么 把这个意做成出来 Realized Realized Righteousness 把人活出来 彰显出来 给人看见 你的生命又改变 跟以前不一样 结束是保禄所说的 成圣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 成义 今天我们整个 父亲派教会 为什么软弱 就是一直停在 成义 成义得救 得永生 但是 我们需要 成义 成圣 好 再看另外一个经历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经历到的 一个个都会经历到 八章二十三节 好 二十三节 不但 身体得俗 这个身体得俗是指的什么 就是保罗 在《光临的全书》十五章 讲到 荣耀身体的改变 得这个荣耀的身体 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 他如何得着一个 复活荣耀的身体 我们也会得着一个 荣耀的身体 也叫身体得俗 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 太软弱 太败坏了 生老病死 将来我们都要改变 都会经历到 一瞬间 我们的身体 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 记住啊 这个叫荣耀的身体 不是灵体啊 任何人讲 灵体是讲错的 耶稣复活能够不是灵体啊 耶稣叫他说 你来摸 马可 来摸 我有骨肉肉的 给我一块鱼 我来吃 是一个真实的身体 所以才叫复活啊 不是个鬼魂啊 不是灵体 千万不要讲错 是一个荣耀 真实的身体 但又跟以前的身体不一样 叫荣耀的身体 因为它可以超越 实现空间 它也可以不吃 但也可以吃 所以将来 主耶稣应许 我不喝这葡萄汁 只等到在天上 与你们喝的日子 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 在羔羊婚宴的时候 我们会跟耶稣同饮一杯 耶稣干杯 也是耶稣应许的 可以吃可以喝的 否则我们中国民族 那么注重这个食物文化 没得吃回到天国 真是没以失 有的吃啊 可能吃得更棒啊 所以说不定我们中国 所有的民族都出马了 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个菜式是在天国里面 最有名的 西方的这些食物食谱 不是太简单了 对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有的吃 因为是亲自应许的嘛 我不喝点葡萄汁 直到在山都过里 与你们喝新的日子 没嫁没娶了 真正的夫妻是耶稣 是你的新郎 我们是他的新夫了 整个地上的婚娶 都是预表这个荣耀最终的关系 你好好看一幅手术 第五章 都是弟兄姐妹 你不要来管我 你是弟兄姐妹而已 中国的姐妹都是领导 我听这个张牧师说 我家的领导都是在领导 没有领导了 耶稣是新郎了 我们就跟着耶稣 跟随着羔羊的脚中走了 Hallelujah 再看 贴钱 一个奇妙的救恩的经历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这是保罗的启示录 贴钱第四章 十七节 一同来 十七节 以后 大声一点 你知道这个贴提到空中相遇 与主同在 直到永远是什么 是结婚进行曲 在贴提的时候 就是走红地毯 懂吗 因为你贴提要进入羔羊的婚宴 但这个羔羊的启示 要到起书的十九章 再讲得清楚 贴提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心腹预备好了 贴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进入羔羊的婚宴 非常的荣耀 而且穿了光明洁白的细码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衣 你发现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 所讲的现在make sense了 保罗说要成义 要成圣 为什么那么重要 到了起书的十九章 都讲清楚了 因为是每一个心腹被提的条件 是一群诚意的基督徒 是一群诚圣的基督徒 所以为什么保罗 劝勉我们要努力的 要做异议的卢谱 还记得上礼拜讲到 卢谱的那个concept吗 当初一个在奴隶市场的奴仆 或者在一个恶主人的手中 受尽痛苦的 被卖到奴隶市场去了 我不要你了 那么痛苦的奴隶 没有拥有 没有自己 没有自由 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痛苦 却被一个爱的主人 用生命的重价 把你买赎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 提醒我们 你当初如何做罪的卢谱 你当初如何 这个没有自由 痛苦 一无所有被捆绑的 你今天要用同样的心态 来服侍 我们新的主 要做义的卢谱 完全被义来掌管 被义来控制 有同样的一个心态 不只单单 我我信的耶稣 我就 一切都是恩典 犯罪 也不要认罪 也可以得到赦免 这个不是义的卢谱 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 你不是罪的卢谱 就是义的卢谱 你没有在选择 神的心意 就是让你做 得就是让你做义的卢谱 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以为信的耶稣就是 随心所欲 可以自由了 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反正你得了永胜 反正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 多加一点也没所谓 God keep no record 哎呀我听到这个传统这样讲 我真的是担心 怎么说信的耶稣 God keep no record forever over of your sin 那你不是鼓励弟们 准备去犯罪吗 怎么会说 keep no record 很危险啊 我们要做义的卢谱 被义来掌管我们的一切 一切都服从在义的律里面 行公义 浩年名 纯千名的心 与神同行 好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 或者他的讲论 把这几个就恩的keyword 就恩的经历的 这些字 我们凑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排一下 这个天门十步 进天门 一定要走这十步 从幼稚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博士班 post doctor 我们又排下去了 所以一步一步排下去 爸爸的帐篮 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走完这十步 都得着这十步 都能够 超博士毕业 好不好 post doctor 那神要得着超博士 不是要得一个小学生 没用 好 第一步 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八节 还有我们上礼拜 读的罗马书第九章 神要显明 他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所以你发现 我们能够领受着 所有的这些救恩的丰富 其实在神这边 有神的什么 拣选 跟预备 这是一切诸福的源头 我们都是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 服侍给耶稣基督的 一个都不会失落 都会到我这里来 所以整个救恩的经历的源头 这个源头 是神的拣选 跟预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罗马书第九章 预先所定下来的人 就是什么 神就拆派基督徒 用神的话来复杂他 你要信耶稣 你是个罪人 神的话 神的复杂会临到你 这个招是指导 复印的恩招 所以 你会听到神的话 因着你听到神的话 这个恩招 神话语 复印的恩招领到你 第三步是什么 就是眼睛得开了 圣灵用神的话 在你里面拨下 生命能力的种子 你开始能够慢慢看见 实际上人才如此真实 看见神的果 看到自己的罪了 看到神的圣洁了 看到耶稣的救恩跟爱 所以你就经历到第三步 眼睛得开 重生 然后马丁路德讲的很有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马丁路德的讲论 The new man is created 找到这个讲议上所写的吗 应该有啊 讲议上 好 一同来大声一点 The new man is created Not manufactured He is born of God Not made by man Man conjubles as little to his spiritual birth as he does to his physical birth 你看到 马丁路德就用真实的肉体 一个婴孩怀孕 的例子 其实耶稣用重生这个字 也是用妇人生孩子这个字 一个婴孩受胎 他自己有没有任何contribution 是完全被动的 同样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种子 也是完全被动的 是圣灵按照神所拣选的 所定下的圣灵在他里面动工 讲到更具体来说就是说 圣灵手上他看见生命车 他照了生命车的里面的记录 一个一个来找 所以一个都不会失落 因为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 就怎么写在生命车上 也可以说 圣灵是按照耶稣为教会舍解 耶稣的血为谁留的 圣灵都知道 谁是他的羊 圣灵都知道 所以圣灵会感动圣徒 去寻找什么 迷羊 你懂吗 你本来是主的羊 我没有能力把狼变成羊 我们只有尽量去传福音 但是坦白说 有些是路边的前途 石头土 不由果效 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 我们努力地传 圣灵会用你的话 在那个神所预备好的好土 里面产生结果 三十倍六十倍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什么 蛮有信心的 是神所预备的 是神所拣选的 慈祭都会变成放弃 信不信 绝对可能 但是假如不是神所拣选的 教王是鬼王 真的 在中世纪多少的教王是鬼王 败坏 罪恶 各样你能够想到罪恶的事情 都会在天主教的教王里面找得到 都会在这些神父圣诊找到 美国的天主教多少就是 child abuse 可怕的不得了 性侵害这些孩子 都自己是神父主教 多得不得了 天主教里面很多是假的基督徒 也有一小部分是有圣灵的 但是少之又少 所以要了解 这个 救恩的过程的经历 从拣选 恩召 重生 跟着信而悔改 那么 从逻辑上的角度呢 悔改在先 然后悔改这个字 看一下讲义 是metanoago这个字 在希腊文 这个翻成英文是META 这个翻成英文是N-O-E-O Meta是什么意思啊 还记得我们学biology 生活学有个term叫metamorphosis Morphosis就是形状 变形锐变 从一条毛虫 透过这个metamorphosis Change of form Meta就是change的意思 OK 变成古典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得救 悔改的时候 神就是进来描述我们 从一个死人 从一个没有价值的毛虫 你是虫 大卫说我是虫 结果透过生灵的工作呢 它变成会飞来 Change of form 从毛虫变成蝴蝶 什么可能呢 神透过生物学 再跟我们说一个重要的真理 同样的改变 在你生命里面 但是叫做Meta No at all 我们要经历一个同样的东西 毛虫经历的是Meta Morphosis Change of form 我们经历的 被圣灵在里面做一个工作 叫Change of mind No at all 是Mind 原来是抵挡神的 基督教是扬教 基督教是侵略者 很多错误的思想 抵挡基督 就像扫罗一样 在大马车 其实在大马车 圣灵已经开始在他里面动工了 到耶稣一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生出来了 他就整个这 终于看懂了 开始有一个新式意念的改变 从抵挡神 开始转向神 从喜欢在黑暗里面打滚 从黑暗 我现在要 像那个浪子所说的 我要回去 我要起来 懂吗 浪子也是经历过这个Change of mind 但这个Change of mind 坦白说 不是人意志能做到的 这些是什么 圣灵 从生 从生 种子 生命工作的一个的章写 所以在里面 他产生一种真实的 我要 回转 我要 归向神 我要 认识耶稣 以前是 抵挡耶稣 现在 从里面有个转变 在这个转变 要离开罪恶 离开黑暗 然后 产生 圣灵也在他里面 产生一个真实的信息 我要 拥抱耶稣 他看到 十字架的真实 不需要再讲证明 以前今天跟人辩论 你给我证明 证明证明 现在不用证明 神的话 都把十字架 活化在他里面 就愿意做个绝世祷告 就是 悔改 与信 而 产生了 conversion 归正 然后 一归正 信的悔改 马上第五步 就产生什么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一节所说的 就称义了 因信 就是什么 称义了 就罪得赐免了 因为 耶稣所做的 算在他身上 耶稣为罪死 所以 也为了你的罪死 耶稣的 公义圣洁 也成为你的公义圣洁 让你能够有个 称义的地位 而你的地位 而这个是永不改变的 没有一个罪 能够挪去你得救的地位 而你的地位 但是任何一个罪 都会有结果 听清楚这个话吗 今天福音派就把这两个事情搞混了 哦 我信的耶稣 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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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会致死的罪 赦免了 你不会再死亡 没有一个罪 会被神计算 而让你 而留的地位 失去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 罪受了刑犯 他死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死 但是任何一个罪 就像保罗所说的 你可以 人在罪中 叫恩典钱多吗 假如你继续犯罪 你会失去神的恩典 每一个罪会有 consequence 失去神的同在 失去神的恩典 失去神的祝福 失去神的赏赐 失去将来 悲体的恩典 作王的恩典 心腹的恩典 其实所有都失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称义啊 将来你们在 教会里面 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千万不要像 那个老美物资说 justification 称义就是 God keep no record of all your sins whatsoever 就一讲下去 我都担心这些 年轻人都开始乱来了 不能这样随便讲 但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 常常不知不觉 都是这样讲 最有consequence的 不会致死 但是罪 会带来神的管教 讲得很清楚了 希伯来书11章 对不对 神会管教的 怎么没有consequence 神知道你犯罪 他知道 所以他要管教 对不对 神知道的 不止神不治的 好 我们要快了 时间已经动 已经下过了 哇 怎么那么快 好 我们差不多快讲完了 这里 好 休息几分钟 我们要快快地下去 快快地上来 因为今天要讲很多东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